今天的倭居系列 和大家来到沙基湾新城中心 一个300尺原积两房的单位 户主和设计师来个空间大改造 决定把全屋的长生拌拌再继续 究竟做成怎样呢 我们现在马上去看看 在我身边就是这间屋的户主 黎珊和黎太 我想问你们这间屋我看到的颜色 有深啡色、黑色和粉蓝色 一个很型格的感觉 究竟选顏色方面是谁的主意呢 其实是这样的 你看这里有这么多深色的架式 其实是我比较喜欢的 而我太太其实她喜欢一些浅色的风格 和她喜欢蓝色的 所以我们就找设计师 她帮我们做这个Mix and Match 还有找我们的装修公司 去帮我们呈现出来 都呈现得非常好 那我想问你们分别 会对这间屋最喜欢的地方在哪里 我最喜欢就是 但是之前你也提及过 我们把所有的墙身打拆了 增加了整个空间感 再加上我用玻璃 彩光更加好 那我最喜欢的空间感和彩光 是啊,很通透很通透 那黎珊呢? 其实我喜欢我们新製的一个猫屋 因为我们将来会養一只洗猫 这个猫屋可以给它一个空间去玩 吃饭啊,休息啊 所以我都觉得很满意的设计 湖主养了两只猫 所以这间天空之城的猫屋 和这些梯级就是猫仔的游乐场 就是这样的了 就是因为厕所的地台整体升高了 所以其间我位置可以做这种酒店式的设计 那我想问呢 找这间装修公司的时候呢 在通过什么渠道找到这间装修公司呢? 其实我对装修不是太认识的 所以我就上网找装修公司的时候 搜寻到有Easy House 这间装修公司 那他就帮我找到三个装修公司 那我再选我自己的服务公司 那我再选我自己的服务公司 那他就帮我去调整这个装修 嗯 真是做得好 谢谢 今天就先看着这么多 快点点赞 分享 和订阅我们吧 我们下集见 我们会因应客户的预算和装修风格 提供三间合适的设计公司和装修公司上门大赤 我们会为客户提供报价分析 和见证签署装修合约 在工程期间 Easy House专员也会定期上门事册装修进度 令客户可以更加了解单位里面的状况 所以快点联络我们Easy House